請徐部長貝群 來 委員長 部長長 我從你們的報告看起來 其實跟我們原本的想法很接近 陳中成他這一個很難過的事件 其實有兩個很主要的原因 一個是他是一個危險的大樓 他非常的容易易燃 也就是說他只要一有火 很快就燒起來 很快就燒上去 第二個問題是他裡面住戶很多是老若殘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弱勢 那其實我看到你們的報告裡面 改善的方向 其實主要是著重在第一點 他是一個危險的大樓如何解決 那我其實是同意的 你們第一點側近的座位表示說 限期完成老舊附和用途建築物的盤點 跟全樹納冠 依照建築法的第77條規定 其實我們知道高雄的這個陳中成 他其實已經是被高雄市政府列管了 在火災發生之前其實就已經列管了 但是剛剛部長有提到你們要開始 請地方政府開始再做一次的盤查 那我希望兩件事情 第一點就是說其實邱靖之維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你們的盤查除了消防公安之外 同時是不是也可以請社會局同時 或者是住都中心 住都相關的同時 就是說清查一下裡面的租屋的比例是什麼情況 那租屋的環境是什麼情況 既然都要去盤查了 你們可以一起做 那再來是說 我們希望這不是一次性的動作而已 就是你訂定在地方政府要求一定的時間之內 做一個月之內做完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希望定期的一年也好兩年也好 就是縣市政府應該要在自己的轄區之內 做同樣的定期的盤查 是 委員這個建議非常好 好 那麻煩你們到時候SOP要出來 不要說 對 這個建議委員這個建議 不是只有一次 對 這個建議非常好 所以我會先簡單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我們包括在福島 管理委員會的成立 我們都會要求地方政府一定 現在我們要定期公佈申報給 讓全國民眾讓大家來了解 那困難在哪裡 這個委員這個建議是非常的好 那第二個是說 你是限期完成雜物的清理改善 那你們也提過了 三個月內要完成環境的清理改善 其實我看你們的法院依據 是77條跟91條 其實77條跟91條 他都已經追溯到所有權人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有沒有管委會 他都是可以追溯到所有權人 委員說到重點 我們會針對這個別的 對 我們這樣個別來處理 就像部長你剛剛一直講的 我們應該要立法重寬 執行重嚴 所以其實我們的法已經夠了 因為他都已經追溯到所有權人 執行重嚴是個重點 對 他的意思說 所有權人他必須要保障 建築使用的合法安全 而且主管機關 也就是我們的縣市政府 也應該要定期的 甚至是不定期的派員檢查 但是你在91條也講了 如果他有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 或者是說未辦理公共安全的檢查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對所有權人開罰 這罰也還蠻重的 六萬到三十萬 而且也可以連續開發 是 是 是 對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想像 三十萬連續開發是相當重的 必要時還可以強制拆除 所以應該是說我看到這些法員依據 你的法都有了 我想請問的是說 部長你在這裡說你限期三個月 要求地方政府完成這些老舊空間 荒廢雜亂空間的清理改善 我請問一下 如果你遇到一個空間 跟城中城一樣設了柵欄 怎麼辦 所以這部分就要求我們地方政府 就必須如果裁罰了以後 那就可以按照相關的法律規定 那我們可以用行政執行的方式 他應該要去處理 所以也就是說依照我們現在既有的法 完全不用修法 那種市政府其實當時候 一直被擋下來的時候 就算沒有管委會的人帶路 就算是他有柵欄 他是有公告 他是有公告 請他 他們也答應說要改善 因為我去高雄兩次聽到的訊息是這樣 結果還沒有改善就發生了大火 可是我們知道這一棟大樓 呈現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一下圖 這個圖其實是在 部長你可以想像嗎 這個圖是在大火之前 城中城內部的圖 所以他其實造成這樣子的堆積物 已經不是一年兩年的事了 我想你公告貼了幾次 我想這件事情很簡單 我們有沒有責任要追溯 地方政府是不是真的有落實 我們是不是要追溯 這是一個重要的點 第二個重要點是我們的SOP什麼 請問一下你可以無限次的貼公告嗎 無限次的相信他會改善嗎 如果他一直沒有改善呢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破門而入去 因為你的法條也有了 得強制拆除 是不是 對 公共空間的這一部分 對 因為他有柵欄 二三樓這一部分 對 這個應該要強制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把SOP訂出來 我們公告多久去還猜一次 公告貼了幾次 你就要強制進入 委員 這個我們 我們不要讓地方政府執行不恰當 我們就是在這一次的會議裡面 也會討論這個東西 也會討論 我們希望不要之後啊 有沒有什麼事 是地方執行不力 最後都推多到法 因為我們現在看起來 我們的法其實是已經完善了 再來你說的 我們就像我想啦 那個部長 我們去盤查夜店的時候 夜店是不是把柵欄放下來 你就不進去了 你就貼公告 不會 我們警察一定是進去了 是啊 那一樣的嘛 這個消防安全的東西 如果不改善 不合格又不改善的話 你們是強制進入的 他就會斷水斷電 那這個東西這都已經好幾年了 能堆積成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因為 其實我們也了解說 其實這個不是只有高雄 很多地方政府其實對這個問題都影響 他這個一個套房 在賣二十幾萬而已 部長我跟你說 二十幾萬可以有一間六七瓶的套房 你說他罰他五萬 罰他六萬到三十萬 那就比他已經房子貴了 所以有時候 可能這些都一直 一直要他們改善 裏長也去處理了 部長其實是這樣子的 我們覺得有時候人命更重要 你把SOP訂出來 你什麼時候就該破門而入 什麼時候就該強制猜除 這些東西 請你明確的訂出來 我們來跟地方政府一起來討論這些 我們在這裡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要求地方政府 因為我們不希望最後地方政府 把皮球踢到你這裡 所以由你來 你的建議非常好 我們就是在會議裡面 平安政府來 大家說好 你們就要這樣做 這都大家會共識 阿伯你也要做 那再來是 我們大家一起來處理 大家今天一直在吵的 管委會成立的 從福島變成強制 尤其是民國84年以前蓋好的 我們知道陳中成這個 不知道之前到底是有沒有 真正的管委會 還是只是自治會 他沒有管委會 在整個登記的紀錄上沒有管委會 我想請教的是 如果這一間建築物有管委會 現在這個主委是不是會面臨任何的刑責 如果他對於這一些公共空間的雜物的處理等等 包括消防檢查 他有去處理的話 他就不會有刑責 當你住在這樣子的大樓裡面 誰敢出來當主委 所以他一直成立不起來 所以我們可能用各種輔導方式 所以你用輔導也沒辦法 請問你為什麼強制會有方法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討論 這一部分我們用罰則 對所有權能的罰則 因為現在沒有罰則 對 署長你說了 強制有罰則 現在就是沒有罰則 但是等一下 我跟你說 先不要鬼打強 強制會有罰則 沒錯 但是我們也剛剛看到了 77條91條搭配起來 它的罰則其實也不輕囉 也是有罰則囉 不過以他那裡的房價來講 那是相當重了啦 是啊 30萬就一間 27萬就一間 我要跟你提醒的是說 就像你講的 立法重寬 執行重延 立法這條路就算你弄在眼 它地方怎麼執行才是重點 我只是提醒你 其實你的法源已經有了 不管有沒有成立官委會 其實這件事情應該要解決 如果執行重延的話 跟委員報告說 建築法這一部分跟公益大廈的 是兩個不一樣的 當然是不一樣的 我們這一邊也把它成立起來 對 當然 不只我知道它是不一樣 只是它解決 它解決這一件問題的結果 效用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利用建築法下去 對於它追溯到所有權人 30萬的連續開發下去 我想它就算沒有官委會 它也會推出一個人 來幫你帶路 幫你開門 讓你檢查 甚至清理這些雜物 好不好 我們現在會來 就是來討論這些 我們會趕快來處理這個 好 再來就是說 剛剛其實有提到 其實這些都是短期的解決方法 就是說也就是 這是一個危險大樓 怎麼解決的方法 另外剛剛有提到住景氣 現在是設在住家裡面 我們是不是 你在盤查的時候 我們的公共空間 是不是也可以 其實就像這一次 主要是從樓梯間串燒 樓梯間如果有住景氣 我想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這個建議非常好 所以公共空間是不是也應該 尤其是對於危險的大樓 那再來就是說 這其實都是短期的 中長期是什麼 中期很簡單 我們有包租代管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讓這些弱使 住在這樣情況的地方 我們不是有包租代管嗎 我們有租金補貼 我們有租金補貼 事實上跟委員報告 這裡面也有租金補貼的 有市戶是租金補貼的 應該是說我覺得我們可以更積極的 去推包租代管 有兩個方式包租代管 如果這些住戶 我們知道有些是投資客 如果他變成包租代管 我們是不是有更多的公權力 去設入他的整個管位 因為我們就變成是 有權進入的 對 對 對 我們有管理權 對 或者是說 委員這個意見不錯 或者是說你在 我們事實上也有這樣做在做了 或者是說你在 我覺得這件事 我相信你們都要在做 我希望可以更積極的做 或者是在外面 積極的尋找更多的物件 可以包租代管 讓這一些弱使 就是跑不動的人 或者是不知道該怎麼辦的人 可以在緊急的情況下 比較安全的地方 或者是他住的地方 就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老清換屋跟老清共住 輕盈共住的這個概念 其實年輕人 像這個都是老年家 很多做倫理的 今天如果有年輕人更多的話 也許史上就不會這麼嚴重 這些東西我也希望 輕盈共住也是一個很重要 對 部長 我希望這個東西 從中央開始 你把SOP定出來 你把你的進程 你的時辰訂出來 你的目標訂出來 縣市 盯著縣市政府下去做 接下來是長期 長期是社宅 我們看一下社宅 高雄的社宅租金是 七千五 八千六 現在既有的社宅 每個月的租金 城中城他一個月才兩三千塊 請問一下我們的社宅 最需要幫助的人 為什麼連我們政府蓋的社宅 都負擔不起 這其實是一個我們要 我們在開社宅的時候 真的要認真想的地方 可能那個面積跟什麼不一樣 因為他那個城中城 那個面積是小的 他是一個小小的套房 所以不太一樣 當然他居住的環境 這部分我們用租金補貼 用租金 我們希望說他能夠轉到好一點的 用租金補貼來處理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租金的價差了 那你應該要知道說 OK 你的租金補貼要做到什麼程度 才能讓這些人可以住得起社宅 這樣的人是不是有優先進入社宅 這些才是我們真正要幫助的 現在租金補貼都市跟我們比較鄉下的地方 比較城鄉的地方 這個補貼的錢是不一樣的 部長 很簡單 台北市補貼最多 部長 很簡單 剛剛我們也說過了 你要去盤查對不對 你要去盤查他是不是出租的 你就也一次把租金的這個情況 行情也盤查了 然後你再去對照你的新建的社宅 你新建社宅的開的價位 你去盤查一下 我想這兩個差價就出來了 既然你們都要做這些事了 人都要下去了 這個就 我們會 好好地說好不好 委員這建議很好 我們都會納禁 叫他們去發折 謝謝部長 其實就像你講的啦 我們應該要立法重寬 執行重研 我希望既然我們地方政府做不到 中央我期望你們把SOP訂出來 不要讓地方政府都把皮球踢回來 我們這一次 踢回來中央或踢回來立法院 這一次我們就是把地方找來 大家說得好 SOP訂下來 大家照樣做 這樣就去照樣去發折 好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維丁委員